血压升高的原因 如文医生特疗专家 后慧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 因为这个高血压呢 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 非常常见的 你测血压血压高了 那血压高的话 是要找找原因的 特别是对于一种 40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 如果你初次发现血压高 我觉得还是要找找原因 因为中国现在是高血压大国 14亿的人口中 可能有两三亿的人都是高血压 这么大一个人群的高血压的 一个庞大的一个人群群体 其实在整个人群群体中呢 95%甚至于更多的 都可能是原发性的 只有5%它的血压升高 可能是有原因 那这些原因有哪些方面呢 要让我们去排除去寻找呢 第一个原因呢 我想在激发性高血压原因中呢 需要排除的就是肾脏疾病 因为不论是你肾脏的实质出了问题 比方说是要求肾炎 或者是你的肾血管出了问题 我们说的肾脏脉狭窄 那甚至于你这个身上线 出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 比方说是个细胞瘤 都有可能会引起患者血压的升高 所以呢 要排除一下患者 在血压升高的同时呢 找找原因 找找有没有一些激发的原因 有没有肾脏的疾病的原因 甚至于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 可能也会引起血压高 比方说我们说的源泉 还有皮脂醇增多 等等等等 排除了这些激发性的原因 如果还找不到 你引起血压高的原因 我们才去诊断原发性高血压 因为原发性高血压 就是不明原因 引起的血压升高 可能它的机制现在也很复杂 有很多的因素去相互影响 但它的治疗更重要 一定要以加治疗为主 好好的吃药 是血压达标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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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